所以让我捐了拜拜 一开也拜拜 这足够了 这不少话 我不是为了决定 也不是为了想象 那为了是什么 为了中国靠我们共同去努力 能够强大起来 这是我真实的法 会因为有你而进步 人民会因为有你而互助 这就是协家做的事情 一点都不是大话 你所做的事情 必须调整个国家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 你才会做的起来 那孩子老婆全部才回去 他们没意见吗 有意见留在这里 不能继承过来塞他 你跟他们这么讲 对 因为这是我们不能移民的 我们常家移民 中国人没有玻璃 我是中国国土上 哪一位精英的成员 这位精英的仅仅仅来说 我们又来接着这个问题 我必须正面对他 为什么能够回报 整天讲好吗 明年会好 明天会好 谁不讲明天会好 你别说我 很愿意这些做传爱来的事 我也懂得对他 给人家信心 信心要把问题讲清楚的 不管你怎么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就大概七八年时间 没有卖一台设备 马丁在中国退休的时候 又没有用对你说 他自己早上来来找我 我听到他对这台设备的介绍演说 给我讲的时候 我还想给你买 可以 酒啊 他那白酒是加分了 一杯一杯干了 哎呦 第一次接待他 我很喜欢白酒的时候 我很高兴 我家里买了很多白酒 酒疯自己的 那马丁那间 下去做喝土的时候 我包一箱酒骨也放在办公室 买这个割理的墙 本来整理过去 只能只要买六个 六段 上面排一个花瓶 排过来的时候 他给你买几个 价格而且故意的离谱 整理用不完 排在办公室 怕我看见了 不好看 因为我有很大的场合 所以他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我花了三百多万 还没做完 那他有跟你解释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解释 为什么就要证据排在那个地方 一个九十克 用五百块股股呢 你看看吗 我有足够的证据来 证明你直接收到一会儿 老板去找他买了很多房子 他说保质 我跟他讲 你不要再傻了 有钱的人都挤他房子 剩下吃药房子的人 他没有捡 现在都没有捡 他要用什么捡给你们啊 你们家来 就是有钱的人 卖也有钱的人 卖得出去吗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会崩盘吗 崩盘是迟早的问题 我不是政府官员 没有参加过过去的决策 但是我参加过过去世纪的质型 而且自己的这个很积极 我把共产办 发生零八年美国发生危机 往后三大汽车申请破产保护 我们是他的供应商下面报告 说要不要给他发货 那我说点一点我看看 我也去往后 我必须给他发货 后来干脆来了 只要他提要钱发货 不拘多少量都还给他 你要多少我还多少给你 美国如果让他倒掉的话 政府安置着五百万员工的排产 是几千亿美金 沙大没有缺几千亿 几百亿就缺这样 对 你说是不是 第三个问题呢 沙大的问题是美国政府问题 不是他本身的问题 第四个呢 把他倒掉以后 随意来做这个汽车供应美国 嗯 也必须把这做完整 一 像国家就带 我总共卖了多少 赚了多少 应该交给你多少税 嗯 我像银行就带 我会跟他介绍 我的整个经营状况 这个是赚钱还是不赚钱 美国人家 中国是我的祖国 休养护母是我的天子 尊重可能也是我的天子 我会遵守你的规矩 我自己的心愿说 我说中国呢 是没接 我要 你